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造成各种婚姻问题与离婚的首要原因就是这个 性 缺乏了和谐 缺乏沟通 也就是婚姻中性生活方面的调试问题 这或许会令我们稍感惊讶 毕竟近十年来我们的文化变得非常的开放 对性生活的和谐很感兴趣 这点可以在书籍的出版上看出来 走进随便的一间书店 找到自动教学的书架 有些甚至有性与婚姻的专门书架 里边有各式各样的婚姻指南 婚姻教学和婚姻咨询的书籍 告诉人们如何在婚姻中享有美好的性生活 但是不知为何我们仍然不断地在婚姻的性生活中遇到严重的问题 我也必须要说 虽然研究指出这是国人离婚或婚姻崩解的首要原因 但我个人并不认为这是最首要的原因 我认为这只是表面上的原因 有比性生活更深层的原因存在 而这个部分我们会在之后的聚会中一起来探讨 不过性生活的问题确实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我认为我们需要花点时间来讲一下 在适应婚姻中的性生活时 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就是要从原先的生活标准中调整为婚姻的标准 性生活 原本是上帝所禁止的 但是在我们一进入婚姻之后 性生活突然变成不但是可以的 而且还是圣经命令我们要有的 许多人会觉得这难以理解 原先被禁止去做的事情 在婚姻的连结中却成了上帝命令我们要去做的事 教会在这件事情上挣扎了好几个世纪 举例子来说就在上周我在读圣奥古斯丁这位伟大神学家的文章 他一直以来都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与神学家 在这篇的文章中他提到说 婚姻中的性生活只有一个正当的存在理由 那就是要怀孕 并且生出小孩 仅此而已 也就是说奥古斯丁认为婚姻中的性生活并不是用来享受的 因为这是丈夫与妻子之间肉体上的结合与肉体上的欢愉 换句话说 他认为性生活是为了要生育后代而不得不有的恶 我个人认为圣奥古斯丁主张的这个观点 并不是从圣经来的 而是古希腊或东方的观点 这种观点否定一切可见之物的价值 我们都知道唯物论者的罪恶 他们选择透过物质来追求生命和一切的意义 例如透过金钱食物 透过花田酒地 透过肉体的满足 我们称之为唯物论 我们都知道这是在扭曲上帝的真理 但有时候我们会反应过度 落入另外一个错误的极端 叫做唯心论 认为一切有价值的都只存在于心灵或灵魂的层次 但我们所信的上帝确实创造了物质的世界 他创造的人类不只是有灵魂而没有身体 是既有灵魂也有身体的人 据例子来说 新约圣经中耶稣的教导也显示出 他对人类物质生活的关心 他叫我们要喂饱饥饿的人 为赤身露体地披上衣服 为无家可贵地提供避难所 这些都是对于物质生活的关心 所以就连使徒也告诉我们说 丈夫的身体是属于妻子的 妻子的身体是属于丈夫的 我们不应该互相欺骗 因此圣经对人类物质层面的生活 并没有这种负面观点 不过上帝也很清楚地表明说 性生活要在什么条件下才可以享受 记得不久之前 我有特别研究过新约圣经对于性的观点 我把圣经新约中 耶稣和使徒谈到性的经文都条列出来 研究的时候我翻阅了新约神学词典 这本词典是由一群德国学者写的 他们并不相信福音与基督教 而且处理事情的风格一点也不守旧 这群学者当中有一位专门研究 新约圣经对于性的观点 他不认同圣经的观点 但他为此做了总结这么说的 我们无法否认新约圣经 确实很清楚地教导说 上帝认为 婚前与婚外的性行为 都是严重地冒犯他的圣结 因此使徒告诉我们说 淫乱的事情在我们中间连题都不可 是的 连题都不可 根据第一世纪护教家的著作 第一世纪末晚期到第二世纪 他们会受到异教攻击的基督教信仰辩护 他们不只是在理论上守护基督教的真理 同时也声明 如果有人想了解基督教的样子 就看看我们的形式为人吧 他们说欢迎检视基督徒的道德行为 欢迎检视我们的社群 看看我们当中有没有放荡淫乱的事情 真难想象啊 我绝对不会在二十世纪的世俗主义者面前 听申宣称说 如果你想看基督教信仰的证据 就请看基督徒的性生活吧 因为现在的基督徒 与不信基督教的人 都同样受制于淫乱之中 看看新约圣经 就知道圣经禁止淫乱 这件事非同小可 甚至被列入十节当中 不可兼引 这并不是因为上帝反对我们快乐 或者他反对我们得到满足 这是因为上帝知道 性这种亲密的关系 在婚姻中是神圣的 夫妻两个人 可以在这当中赤身露体而不羞耻 所以上帝并不是说 性是错的 性是他创造的是他设立的 同时他也定了些规定 他说性在婚姻之外是不好的 我禁止 这会带来破坏 性在婚姻中是美好的 寒意深渊 这是我为了你们的喜悦而创造的 因此身为基督徒的我们 就会有调适上的问题 好 进入婚姻之后 我们在性生活方面 发现的问题是哪一些呢 在婚姻的性生活中 我们最常遇到的两大问题 对男性而言是性无能 我有拼对吗 对女性而言 就是所谓的性冷感 这两个用词都令我感到困扰 因为它们本身都不是很精准的用词 没有人是绝对性无能的 也没有人是绝对性冷感的 这些用词应该是指一个程度量表 表达说我们在婚姻的性生活中 有多少能力去展现自己 所以我们要以有程度区别的角度 来看待性无能与性冷感 所谓的无能当然就是指缺乏某种气力或力量 而冷感则是个有趣的词 因为它的意思就是冰冷 它表示一个人冻住了 这两个用词都是在表达性生活当中 某种程度的瘫痪 所以婚姻就因为这个性生活瘫痪的问题 而逐渐失去健康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我们看到相关的诊所在全美国纷纷的出现 这些诊所主要是透过医疗科学 来调查所谓的性功能障碍 为的是要帮助人们解决这个 足以破坏婚姻的问题 而我得说这真的很糟 几乎没有什么基督徒开的诊所 有在研究性功能障碍的 教会应该要比任何人都还更重视 这个问题对婚姻的严重性 因为牧师每天都会面对人们的婚姻问题 对于面临这种严重问题的人 我们所能够提供的资源 却非常的稀少 因此他们必须在教会外寻找解药 导致他们难免在基督教的价值观上有所妥协 我们必须帮助人们来处理这种 瘫痪的问题 每次我遇到人们有瘫痪的问题时 我都会立刻检查这两个东西 我们所有的情绪感受当中 有两个东西会持续造成各种不同的瘫痪 这两个东西我写在黑板上 就是恐惧与罪恶感 恐惧与罪恶感刚好非常的密切相关 我们常说某个人 吓到僵住了 吓到全身僵硬 他突然停下来 一动也不动 也无法出声 全身僵硬 恐惧会让人瘫痪 所以我们常在性生活问题中发现到 各式各样的恐惧 正在侵袭着基督徒夫妻 这些恐惧是怎么回事 我们在害怕什么 我们怕的东西很多 我认为在性无能和性能感的案例中 造成恐惧的主要因素之一 就是害怕自己表现不好 这是性文学蓬勃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之一 人们盲目地以为 一个健康且正常的人 都必须是在性方面有精湛的记忆 男人和女人都必须如此 我们总是有这些迷思 这些错谬的观念 以为男人都应该要像好莱坞电影里的 超级猛男一样 而女人都应该要到处搔手弄姿 这不是事实 但是一个人刚进入交往关系的时候 总是会害怕自己达不到对方的期待 去年我看到了一个统计 那就是美国人的十大恐惧 你知道美国人最大的恐惧是什么吗 我忘记死亡是第几名了 好像是第四或第五之类的 我很讶异 你们知道美国人第一名的恐惧是什么吗 那就是害怕站在人群面前讲话 这就是最令人感到害怕的一件事 先生女士们 这点我可以体会 你们都有看过这种情形 就是有人站上台演讲 他们嘴巴张开 却没有声音 因为他们害怕到僵住了 我对于演讲的害怕 并不是在于我讲错什么 或是忘记要讲什么 而是害怕达不到众人的期待 你们会以为越常讲 就越会讲 这样说也没错 但是当你在这方面 获得一定的名声之后 你的听众会对你有更高的期待 听众期待越高 你的压力就越大 压力越大 我就会越想停下来 然后逃出去 因为承受不住了 快要窒息了 说到窒息啊 窒息就是脖子的瘫痪 你知道吗 因为恐惧而造成的 有些压力大的运动员 也会这样 因为他们害怕自己 达不到众人 对他们的期待 我们的性生活 不是用来炫耀的 没有人会给你打分数 这是只限于婚姻中 两个人的亲密关系 而且应当是 以爱为基础来进行的 这个爱 不是单止感觉上的爱 这表示说性生活 并不是从爱的关系中 切割出来的 而是表达爱的一种方式 我常听有人说 我们每周有两次性生活 讲得好像是 性生活与爱是不同的 性只是身体的行为而已 把性与爱分割开来 这对男人而言 似乎比较容易 研究就是这样显示的 男人能够享受性 而不付出爱 因此才有所谓的 娼击存在 而且是历史最悠久的 行业 男人能享受肉体之花 而不投入爱情 每个女人都知道这一点 男人一说 我爱你 女人就会满心猜疑 因为女人会把 男人这句话 解读为 我想跟你上床 为了达到目的 我必须先说 我爱你 因此 人们期待女人 去爱她的丈夫时 不是期待她付出爱 而是要她 献出身体 这就给婚姻种下了 许多的不满 与误解 导致双方 关系瘫痪 停止不前 但如果性是在表达爱 如果丈夫知道妻子爱她 妻子也知道 丈夫爱她 这样就不会害怕 达不到对方的期待了 我越是展现我的爱 我的妻子就越能够 在性生活中放松 她对我展现越多的爱 我就越能够远离恐惧 对吧 因为圣经说 完全的爱 能够把恐惧除去 对于性的恐惧 还包含了 哪些事呢 在我们的社会中 尤其是对女性而言 越来越显而易见的现象之一 就是对 肢体暴力的恐惧 受过殴打的妇女 在我们的社会中 并不算是少数 在我资商辅导的案例中 有无数的女性 不是被先生殴打 就是被父母殴打 也有的是受过性虐待 受尽伤害 许多男人凭着自己力气大 就逼迫女人 顺从他们 让女人深受肢体暴力的恐惧 我们也听过 许多男人是非常的粗暴的 不温柔的 你跟一群妇女谈话 问说 你们希望丈夫有什么特质 他们当然希望 丈夫是有安全感的 有自信 但他们也非常希望 丈夫能够敏锐于 他们的感受 在我国 关于性成熟方面的 一大问题就是 男人在性爱中缺少体贴 男人想要透过 奇怪又错谬的方式 来证明自己的雄威 让女人的身体 受尽伤害 难怪女人不想要有性生活 因为她们总是在这当中受苦 感受不到温柔的爱 所以我们必须记得 对于痛苦的惧怕 这是会让婚姻瘫痪 还有其他的恐惧存在 有一种恐惧是害怕被发现 这是非常真实的 我跟许多对夫妻谈过 妻子常常都说 当她们不在家的时候 例如两个人去度假 或是住旅馆的时候 她比较能够享受 与丈夫之间的性生活 稍微了解一下 你会发现 妻子很害怕 也有可能是丈夫的害怕 害怕什么呢 害怕小孩会突然走进来 会听到她们的声音等等的 所以你在婚姻中 最棒的投资之一 就是在你卧室的门上 装一道锁 这是你能够赤身露体 而不羞耻的空间 对吧 但如果随时都有人会走进来 那你就无法赤身露体 而不羞耻了 你的女儿不是你的妻子 你隔壁的邻居也不是你的丈夫 如果随时都要害怕被人看见的话 那就无法不羞耻了 还会让你的伴侣以为 你不喜欢跟他有性生活 另一个常见的恐惧 就是害怕怀孕 我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 把这些令人不自在的恐惧 给条列出来 总之 这就是 我们需要沟通的地方 丈夫与妻子需要沟通 需要对彼此表达 说自己的恐惧是什么 你是不是 害怕些什么 我可以帮上忙吗 我绝对不会强迫我太太 去做她 所害怕的事情 第二个 是几乎没有人会去谈到的 那是罪恶感 我来讲一下 我在婚姻辅导中 很常看到的状况 每当有丈夫走进我办公室 对我说 我想跟我太太离婚 我们的关系变得太糟了 她完全不愿意跟我同房 这时 我就会立刻毫不犹豫地问她说 这里只有你跟我 所以请你老实说 你跟你太太 是不是在婚前就有性行为了 各位 我个人 在婚姻资商中的经验是很有限的 我无法 一概代表 全国人民的状况 这只是我个人的经验 我不知道我问过多少位丈夫这个问题了 应该有一百位 在我辅导过的丈夫中 每个说这句话的人 我反问他们说 你跟你太太 是不是在婚前就有性行为了 每个人都说有 每一个都是 几乎没有丈夫 在结婚前受真的 妻子也一样 他们向我承认说有 他们确实在结婚之前 就与妻子有性行为了 我再问他们说 在你看来 你太太在性生活方面的活跃程度 是不是 婚前比婚后还来得活跃 他们的眼神会突然亮起来说 他的确在婚前是比较活跃的呀 我这么一问 他们看我就好像会看到 通灵的巫师一样 他们说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 这是因为我听过很多次了 所以我才会问你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这么多丈夫提到 说他们的妻子在结婚前 会比在婚后还更愿意 与他们有性生活呢 是不是只因为过往的回忆 总是比较甜美 有这个可能 是不是因为 性生活在刚开始的时候 比较新鲜刺激 久而久之就渐渐乏味 这也有可能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 他们的妻子只喜欢 婚前被禁止的性行为 结婚后性行为不再被禁止 于是他们就感到无趣了 有许多原因都能够解释 为什么这些人说 妻子在婚前对性比较有反应 不过有一点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这些人说的可能是真的 他们的妻子可能真的在婚前 比较愿意有性生活 婚后却突然间变得不太愿意了 这有可能是因为 他们把许多的 罪恶感和厌恶感 给带进了婚姻 因为丈夫在婚前 用各种花言巧语 说服他们 去做他们试着在婚前 不去做的事情 于是他们把罪恶感 带进了婚姻 更糟的是 这些罪恶感 一点也没有减轻过 遇到这种状况 该怎么办呢 当然我们可以从医学界 一般的资商师 或牧师那边 得到各种的疗程 现在大部分的疗程 都会告诉你说 你必须了解 你婚前做的那些事情 是没有不对的 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各大报章杂志都指出 绝大多数的人 都会婚前性行为 既然大多数人都会这么做 那表示这很正常 既然正常 那就是健康的 这只是你在成为一个 负责任的人之前 所必经的过程 这种话你们听过无数次了 之前有一个 即将结婚的女士 来找我谈话 她已经订婚一年多了 她来找我 说她感到 有很大的罪恶感 她说 我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很愧疚啊 我跟我未婚夫 一直都有性关系 我去找我的牧师谈 牧师对我说 要解决这个问题 你必须先明白 你之所以有罪恶感 是因为你受到那种心胸狭窄 食骨不化的 维多利亚士清教徒文化的洗脑 现在你必须长大 毕竟你又不是到处杂交 你是个有责任感的成人 但是她说 我试过这个方法 但还是很有罪恶感 我说你之所以有罪恶感 是因为你的确确实是有罪的 婚前性行为的禁止 并不是爱德华子发明 或回头利亚女王发明的 这是上帝禁止的 你冒犯的就是上帝 你违背了他的律法 不用管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 这个律法并不是心理医生制定的 不是牧师制定的 也不是滋伤师制定的 是上帝制定的 是上帝禁止的 你却违背了 所以你是有罪的 针对你这种情况 我只知道一种解药 不是自我合理化 你确实是有罪的 如果你希望恢复正常 你就必须得到真正的赦免 要得到这种赦免 你只能够回到家中去 跪下 告诉上帝你所做的事 承认你的罪 上帝就会赦免你 在上帝眼中 你可以再次成为一位真减的女子 我们必须整理我们的婚姻 处理那些尚未解决的罪 再见